參加二零二零東京帕運的我國部分選手 今天反抵國門 其中備受矚目的五十八歲桌球選手 盧碧村 雖然在八強止步 但是他說各界的支持 給他很大的勇氣 會繼續拼戰下去 包括了柔道 田徑 桌球 共有七名教練和選手 下午搭乘長榮班機 由日本返國 體育署率壇迎接 目前台灣代表團 還有游泳選手陳亮達 桌球選手田曉文 林滋瑜 以及羽球選手方正宇 繼續在東京拼戰要奪取奪獎牌